四局的後半 義大利的攻勢 那就要從Laclio首先上來打 以及剛剛完成防守的那位選手 不過這個球打向郭彥文 像不像內野的守備教練在打 打得真準 對 正面過來 雖然強勁 但是不需要做太大的移動 所以只要接得乾淨的話 傳一壘時間非常充分 那郭距林當然是很樂意地接受 一個球解決一名打者 現在有四分的領先 你真的很有空間 可以大膽地來挑打擊者 一開始先取得球出上領先 這已經變成好像是必要的 八個好球 十六個壞球 總的用球數44 會一棒落空 外角的箭 當然打擊的是第三棒的捕手 米內奧 第一打型的是遭到三振 這球打上了一個 咬喔 有點碰到他的腳 他好像完全不為所動 他說我是捕手 這個對他來說是司空見慣 這臉非常稚嫩的 看得到非常年輕 才21歲 這球被拉起來咬得很扎實 可能界外 對 在右半邊 對 他完全沒有離開打擊區 他知道這個球雖然有權力打的距離 但是遠遠 除了標竿之外 距離打得很扎實 他從17歲就離開 但家鄭到美國去打職棒 對 打了四年 現在21歲 稍微偏內側 偏低 意大利在四局後半的攻勢 突進這個角度呢 他在郭俊宁投了第一個球的時候 他曾經出棒去打 還不錯 類似的進來點 這次他忍住了 兩好球 兩壞球 灰一棒落空 三振出局 他今天两度面对郭俊玲 都是遭到三振 非常漂亮的又是一个变速球 虽然接近好就在中间 在出棒的开明 很难掌握 你的棒子已经挥出去了 球才进来 中华队的教练团 或者说今天在休息室 气氛氛围应该是比较轻松了 看到叶君章 看到吴富莲 他们的脸部的表情 都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棒球场上实力是骗不了人 对 你看了前面几局两队的攻守 你就知道这实力上是有差距 打击的是第四棒的DH Chiarrini 那叫选调 最近意大利已经是又是连续 七名打者被解决 到现在为止出现一支一连暗打 而且所有的打者当中 只有一个飞球被揭杀 其他都是那些的滚地 要不然就是被三振 对啊 好球 这球打成了一个右半边的飞球在界外区了 打出去之后他也顿了一下 知道这个球是在界外 因为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选手 34岁了 也曾经打过经典赛 也曾经在今年代表欧洲队跟日本队进行对抗 对 曾经很短暂在2000年的时候 在下族的水手队的Rookie League 那时候还是新人 打过一年 非常短暂 这球打成了一个飞球 只是一个冲天炮而已 在中外野方向杨戴刚就位 揭杀出局 杨戴刚最后接球那一刻 他那个真的全身给你的韵律感 接球非常的有感觉 三上三下结束了意大利队在第四局的后半攻势 0比4落后